哈喽大家好 一早起来我五点钟就起来开始工作了 因为我两个宝宝睡觉必须要我陪在旁边 所以就一边工作一边陪孩子们睡觉 上一次我们请的那个小保姆呢 就是给辞退了 因为他自己本身也不怎么想干那个工作 他第一次做这个工作也没有什么经验 所以呢我们就找了一个更有经验的人 这样子呢我们就只需要找一个 打扫的阿姨就可以了 就不需要找请两个人了 因为之前那个人就是看孩子 他说他不给擦地不给洗碗 他就给你看孩子 可是我们需要的一个是会做饭的人 所以呢就请了这位 他叫铺子 用了几天以后发现人很勤快 还会做饭 很有眼力劲也有体力很不错 换了这位阿姨呢 他主打是他可以做饭给我们吃 大家都知道印度菜做饭是很耗时间的 他要是可以做饭给我们吃 这样也节约我们很多时间 我们并不需要有一个人专门看孩子 如果我的孩子都交给另外一个人 就感觉他的感情 那我跟孩子怎么什么时候交流呢 对吧 所以我们也需要自己的人跟孩子玩啊 然后自己的人陪孩子 这样更放心一些 然后需要的一个人就是来给我们打扫 照顾我们的生活的这样的人 那感觉这个人现在比较合适 如果他空的时候 他也会帮我们看一会儿孩子大把手 他的价格呢 跟照顾孩子的人的 那种阿姨的价格是一样的 他们都是按小时收费的 就是大概的收费就是 在你家做一个小时是 一百 一千卤比嘛 然后如果 我说的是一个月 一小时是一千卤比 如果你需要他十个小时 那就是一万卤比 如果要是需要十二个小时 就是一万二卤比呗 就是这样子的收费情况 所以就打扫卫生的 做饭的 还有这个照顾孩子的价格都差不多 所以我们现在每天 暂定他是十个小时 所以每个月就是一万卤比 这样子就只要请一个阿姨就可以了 每天我跟阿颜白天工作 然后他就帮我们干活做饭 家里还有姐姐在 所以呢 能帮我们偶尔照看一下孩子 我们两个也不是同时工作 是我工作完了之后 他才工作 所以呢 就 我们两个就单独有时间 照顾孩子的 感觉在我住的这个小区呢 是家家户户都有保姆 就是你看是一个 还是两个 还是三个 这个孩子呢 就是白天正面有一个小阿姨 来正面跟着他照顾他的 晚上终于有点时间 我跟阿颜都下班了 然后在家里能休息休息 哎 本来这是我的工作 阿颜非要凑热闹 本来我们八个小时就结束 我选的时间下午 我们可以该玩玩 该出去出去 该干啥干啥 他非要跟我一起凑热闹 也要工作 然后他工作到晚上九点 一共我们两个人一起工作 十六个小时 在网上工作 那我们九点以后能干啥 只能快下呆呀 所以晚上的时候 这个会儿 我们可以那个 在家休息休息 也不用有人做饭 大家都吃完饭了 哎呦妈呀 快十一点了 都妈呀 然后最近很多网友呢 他们会说 就是我们家怎么这么多人 那个外甥女儿和那个 姐姐一起住 她跟我们一起住 别人就说 怎么住了这么长时间 然后说你婷婷不会有问题吗 什么的 那我说我还在她的家里住了那么长时间 然后就是夫妻 就是自己家里人呢 她在从小就跟她就在阿颜家里住啊 那她阿颜来这里 她不跟阿颜一起住 她跟谁住呢 她在沈阳也是跟我们一起住的 然后然后在在我们来这里了 我们是特意要跟她一起来住的 那都不是说你要不要跟我们住 是我们特意为了要跟 夫妻一起住 所以我们找了这个地方 要不我们就在新德里找房子了 是吧 所以在诺伊达找房子 所以特意要跟她一起住的 还有人说是我们是合租 然后她也付一部分的房租费 你们真的是想太多了 我们特是一家人 在钱的方面 一点都没有算 全部都是我们在出 好吧 所以就好像你跟你的孩子在一起 你说你会收她房租吗 怎么可能是合租 不知道那种全职妈妈 他们有没有感受 有人说你每天对待孩子吧 你虽然是忙忙碌碌的感觉 但是其实你很孤独的 没有一个能正常大人 跟你聊聊天说说话 或者排解排解 其实是很孤独的 是需要就是家里人多一点 热闹一点 这样子有人来帮你看孩子 你可以干一点自己的事 这个我巴不得 我可能求之不得的事 就不知道别人是不是这样 反正是我是这样 所以就是我家里人 不用说什么一起住不住的 什么谁 但是谁 阿妍的亲姐姐 OK 姐姐不一定 不请外甥女儿 也不一定能跟我们住多长时间 现在要珍惜 马上有可能结婚 就不能跟我们一起住了 特意要跟她一起住的 帮我们很多了嘛 帮我们看孩子 照顾孩子 还有一些别的事 尤其她还会说中文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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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